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先后被人订汽油弹中火 律政司发声明说 绝不辜息任何破坏司法机构 或者损害法治的行为 律师会会长也发声明显责 一位而报导 高等法院LG4的出口首先起火 无出火光 火势烧到半个闸那么高 地面烧烤了严重分黑 留有多个裂了的玻璃瓶 整地都是玻璃碎 多个消防员到场的时候 火势已经旧色 大楼的柱 外场多处都被喷上法治已死 事发在6点多 当时金钟道仍然有大批游行人士 消防车到场 一个小时后终审法院也起火 有传媒拍到法院门口有多个火头 事后看到木门石柱位置烧到分黑 地面有玻璃碎 中火属于严重罪行 威胁社会大众的生命财产 呼吁社会人士尊重法治 特区政府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暴力 破坏司法机构或者损害法治的行为 司法机构说已经交给警方和消防跟进 不适宜评论 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发声明 说为了发泄不满而向法院投摘汽油弹 和破坏设施 绝对是无法接受目无法纪的行为 无助解决任何问题 需要立即停止 有线电视记者邱惠宜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